最后我们唯一要记得 马子正丸是必烤的 那大成吉他 完了之后呢 其实取了一个药 取了一个方子 取了什么方子呢 小成器 小成器呢 是去掉了盲销 所以说这个方子 如果会小成器的话呢 一般来说 马子正丸是这么背的 叫俩人一勺小成器 如果你不会背它的话呢 你换我这种方法 如果说我不知道小成器是什么 你换我这种方法 记住啊 加一减二 不是 那个错了啊 加二减一 减掉盲销 加上谁呢 杏仁和少药 杏仁少药和盲销 杏仁少药换盲销 杏仁少药换盲销 没有盲销 有杏仁少药 因为这个马子正就别管了 你不要往这儿去再添乱了 马子正已经告诉你了 马子正玩了也不可能 没有马子正 我记得我们上 我们上法区学生 我们法区老师讲过一个笑话 后来我觉得这个笑话是编的 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 所以有一个学员开小柴虎汤 小柴虎汤被翻歌 小柴虎汤和解功 半下人参甘草丛 是吧 小柴虎汤和解功 半下人参甘草丛 写完了 怎么就缺一个呢 怎么就缺一个呢 缺了柴虎没了 我们不要犯这种错误啊 我不让你记得这个呢 是因为你看 他一定考勺药和杏仁的 然后勺药和杏仁的 毛箱的置换 是在这个方子里考的最主要的 接下来看鸡川间 鸡川间助理不要求 我们简单看一下 他也考过 一上 这也是一个生价的方子 你看生麻 干嘛用的 生羊 则蟹呢 往下走的吧 是吧 肉丛容补羊的吧 牛膝往下活血 单归补血 只巧利息 是吧 一补一蟹 一补一蟹就行了 你上一下 上生麻 下则蟹 是吧 上肉丛容 下牛膝 上当归 下之窍 行了吧 我们来看题了 事物业 第一第二先别看 先看第三题 就卡住了 第三题 不属于微品堂组成的是 卡不住吧 人生单位不在这吗 父子干件不在这吗 不是组合 一拿就出来了吗 是要长庸出几 湿热淤质的首显方子 长庸选谁 那费庸选谁 这个考古内科的 我们就知道 已经他了吧 下列各项 不属于大臣 其他临床表现的是 寒夏 不 他是这个寒夏的方子 一定是热节 是吧 好了 翻过来 我们再看后边的题 二十页 麻子 弯中的煮的正后有哪些 不要看第一个 带黄复子汤已经不考了 不会是吧 走 我们就做题 找问题 我再给你解决吧 不属于麻子人丸组成的药物是 第四题 对 不属于麻子人丸组成的药物是 对啊 没有感草吧 麻子人丸的组成 不含有的药物是 当归也不是 具有润肠 泻热 行气通变的 行气谁 不属于寄村间 药物组成的是 少药 少药是吧 突然发现 我们出现一个问题 就我们没有 没有 就是我们只 只关注这个 功效和组成了 功效组成体 我们都会 没有关注里边的 配偶特点和组织 是吧 这是我们看出少了的 不要拆急啊 我们先把这题做完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小 这个麻子人丸 麻子人丸这个呢 组织里呢 我的讲解可能跟你平常听到的讲解不一样 但我坚信我的讲解是对的 那天有几个 有一个考生跟我问这个问题了 去年考过的 说起这个事情来 说你说的不对 我说爱对不对吧 反正你们想一下啊 这个麻子人丸呢 在山下论里呢 说叫匹约 我们平常听到的匹约呢 匹的功能被约束了 匹的功能被约束了 应该是怎么样子呢 大便应该怎么样子呢 大便应该糖是吧 所以是不对的 是匹的功能约束了胃的功能 不是不是 匹的功能和胃的功能都强大了 约束了别的脏腹 所以导致的水呢 就都跑前面去了 然后呢大便里的水呢 就少了 所以说你看出现两个症状 第一大便干 第二小便瓶 就是匹的功能过于强大了 但是目前来说 很多主流的说这个匹约 是匹的功能被约束了 但我就直接问 匹的功能被约束了 大便一定是吸的呀 匹的功能被约束 不是匹虚吗 是吧 匹虚也变个大便糖吗 而且这个病呢 在山下论上属于阳明病 阳明病一定是热剩的 匹的功能和胃的功能都很强大 所以说吃进去来了 马上就给你转化了 转化都转哪去了 都转到小便里 走了 都转化成尖也走了 然后呢肠道里没东西了 所以大便干 小便瓶 那么这个题就会做了 我们的第三题 19页的 20页的 20页的第二题 第三题 马子人玩的主持症候中 应该有什么 我们倒回来看 大便稀薄肯定是不对的 是吧 吃这个力气也不对 手足绝腻和腰性酸软 跟这都没有关系 只有什么呢 小便瓶硕硕 这个题是有难度的 这个题还有点难度的 因为如果你只看的话 你根本不知道 为什么会小便瓶硕硕 是吧 它的功能呢 它主制 那这样的话 就看它的主制了 马子人玩的主制 叫什么呢 匹约 它只是提到了 长造 你看它 看它的解释 其实完全对不上 你看这个 十八页 马子人玩的主持症候 匹约 是吧 匹约 后面的括号 写了个什么 什么叫匹的经验不足 是匹的功能 过于强大 约束了其他脏腑 这叫匹 去约束别人 匹本身又不产什么经验 匹只是把经验 给你转过去而已 是吧 所以说 大便干截 小便瓶硕 所以说我的视频 你们不要给我乱乱转 我个人的看法 当然我听我老师说的 跟主流医学 可能不太一样 但我觉得主流医学的解释 肯定不对 匹的功能被约束了 大便一定会吸的 是不是 是吧 是匹的转运功能加快了 所以说水都跑前面去了 尝到了也没有水了 这虽说大便干 小便瓶 清楚了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前面 大成鸡汤 后边有很多烤点 我们刚才都没有尝到 是吧 煮至正后都就是什么 牙面腐蚀 下铃清水 所以说刚才你那个题做的是不对的 下铃清水是正确答案 是正确的 你选那个答案是不对的 是吧 不是下铃清水 所以说你选错 我也没有纠正你 十六页 看大成鸡汤的主治症后 第一 阳明腐蚀症 大便不通 是吧 潮热到汗 潮热斩雨 守住截烟汗住 第二 热街旁流 下铃清水 明白了吧 第三 热觉精病 清楚没有 那我们再重新做题吧 第十五题 第十五页 第六题 不属于大成鸡汤 临床表现的是 小便临色 是吧 不是下铃清水 小便临色 是吧 这样的话就我们看完了 就是 其实我们做题 往前可以这样 第一遍题不会 不会就不会呗 是吧 我们花先过一遍 过一遍之后呢 我们再看第二层 你不要否认了 你第一遍的学习 我一层一层 就往上走了吧 那么接下来 还有一个题 我们要看了 比如说大仙胸汤 大仙胸汤那儿呢 有一个 配武义 这儿有一个 方中 大黄仙间是 取其至上者义 至义缓之义 那么我们看 这个第一题就出来了 十五页的第一题 大黄仙间 取其至上者义 至义缓的方计时 这个你不知道什么意思 是吧 那这种题 你还揪吗 就可以究竟吗 那我们就以这张为例子啊 你来做一个 你来做一个判断啊 我们先数数 我们应该做的几道题啊 第十五页是六道题 是吧 第十五页是六道题 然后呢 第十九页 我们从二十页开始吧 大黄父子汤中的主制 马子人文的 一 二 三 四 五 这是五道题 我们一共算十道题吧 我就问你啊 第一波你对了几道 应该第一波呢 就是说十道题啊 第一波你对了七道 然后呢 第二波我对了两道 是吧 我经过奖以后 第二波对了两道 最后呢 我又找出一道答案来 比如说这十道题 我就问你啊 你在考试的时候 你需要多少分 需要六分就行了 是吧 也就是说 其实第一波你已经及格了 是吧 但你遇到问题了 你发现这两个题没对 你就会玩命纠结 尤其是上课 老师又没讲这个答案的时候 九分 我不要 这九分算什么呀 这九分算个屁啊 我就要这一分 这样的人很多很多 我希望你不要跟他们为伍 他们就是给你做分母照 有这样的人啊 现在今天我有一个题没做 我相信今年 今年一定会有人来找我的 孙老师 你为什么没有讲那个题 有的时候我就故意告诉你啊 我们很多时候会掉入陷阱里去 这个思维你真的会 这几个都会 但是这三个题我不会 你看尤其刚才那个夏丽清水 那个怎么能做错呢 那个做错了呢 是吧 但如果你要把想法这个题做对的 就必须把组织的所有的东西都看了 那你的复习范围迅速就扩大了 那扩大的话就有可能导致这七分可就不稳了啊 是不是啊 你看刚才我为什么没有跟你讲组织的问题呢 就是这张呢 我们其实很累了 我们把功效组 把这个组成学完之后 你看是不是我七分到手了 够不够你过的 是啊 二百一十分了 但是呢 我发现我做错一道题 这可了不得了 这个题说啥我也得拿下 这七分我不要 所以你没有想到你再扣着一分这时候呢 这七分迅速在掉 你巩固这七分足够你了 我说明白了没有 你看这里头有很多 这个题很简单 就像这个题 就像我说的这个 取其上者 是吧 至上者亦至亦缓 这不定哪个一家说出来的一句话 你说你抠 还得把他那个作作抠一遍 那你说你是不是就 我们就走入歧途了 我们的目标是过 而不是考满分 我说清楚了吧 好了 这张过 我们看下一张 和解记 和解记里呢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组合 这个组合我们一定要记住 和解记 这个组合我先给大家放在这 这个组合叫人参 这个人参半下组合 会帮你很多很多忙的 我们一定要记住人参半下组合 尤其在和解记里有大量出现的 这个人参半下组合 好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和解记吧 一共几节 三节是吧 三节是吧 第一节和解上扬 对不对 第二节呢 调和干脾 对不对 最后一节呢 调和肠胃 我们从这三节来考虑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一共几张方子 一共六张方子 想不想全部拿下 想和解上牙呢 一共有两张 三张方子吧 第一个小柴胡 是吧 第二个豪情轻胆 应该两张 然后调和肝脾的三张方子 是吧 调背肠的一张方子 是一二三 我们先来看这个小柴胡 小柴胡汤呢 看它的助制 它的功效和助制是什么 和解上牙 没有问题吧 然后呢 往来寒热 凶邪恐满 默默不欲饮食 心烦喜有 口苦烟干目悬 其实这个都反映了一个问题 叫食欲不振 胃气不和 你看是不是这个 凶邪苦满 肯定不想吃东西吧 默默不欲饮食 这不用说了吧 心烦喜有 能吃进去吗 口苦烟干目悬 很多人说这个是脉悬 也许有道理 这是所谓的这个 小柴胡汤呢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你记住 小柴胡汤在女性调精 特别有用 你看女性月经期感冒 你想都不用想 小柴胡汤上 所以说热入血史 妇人中风 精水时段 寒热发作 都可以 就妇科用在妇女月经病 发热上头 非常好用 第三个 既然它是以柴胡为命 名名的吧 邵阳的这个症就出来了 比如说黄胆 瘧疾 你这上咋病 说清楚了吧 好了 其他就不用管了 第二个 耗青青奶汤 看它的功效 用不用记 是吧 好了 那这一节节奏 我们先打住 先看它的组成 耗青青奶汤 你去里面 把二层摊库找出来 那个玉 那个碧玉山里 肯定是有甘草的 花石甘草 有了吧 再把温蛋汤给我找出来 有竹肉没有 有纸石没有 它的名字叫什么 它这个方子的名字 前两个叫什么 把这俩鸭再给我找出来 那你觉得这个名字 是不是该改一下了 对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 虽然它叫耗青青奶汤 但我们组组成 就组耗青温蛋汤 足够了 青耗黄青温蛋汤 没了 那记什么了 少阳湿热 寒热如虐 它主要是治疗虐疾的时候多 寒青热重 口吐凶闷 口吐酸水 是吧 回来我们再看小柴虎汤的组成 你看先把姜枣草给我找出来 生姜大枣 枝干草是不是有了 有了吧 好了 把人参半价给我找出来 在这呢 应该有七到八张房子里 还有人参半价 你把人参半价只要一抠出来 很多房子自然就塌了 就迅速吸收了 那么前面的柴虎黄青 又不用我说了 小柴虎当就是这样的 人参半价 姜枣草 加柴虎黄青 它的功效 和解少阳 然后呢 热入血使 这样最后的这个 黄仔瘧疾 清楚没有 好了 第二个 调和干皮 为什么我刚才停了一下 没让你记住呢 这是我们的第七个天坑在这 我们刚才讲了六个天坑了吧 把六个天坑给我说一下 第一个天坑在和解级 是吧 还记得和解级 不 瞎说了啊 第一个天坑在开窍级 是吧 第二个天坑在截表级 还记不记得啊 谁是利器的 谁是清热的 三不菊尹 那么谁是平喘的 好 这是第二个天坑 第三个天坑 谁是去尸 谁是化痰的 一气截表 拜独散是去尸的 因为他有 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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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活 毒活 那这个 森苏隐是 化痰的 他是 有二尘汤 是吧 三个坑了啊 第四个坑在哪呢 第四个坑 我们在这个温理纪里 谁降溢之偶 谁降溢之痛 无助于之偶 大戒中止痛 是吧 还记阴寒 什么什么的 第四个坑了啊 第五个坑在哪呢 在谁养 谁同志 谁同伴 什么老杨同伴 老杨同志 你是故意给自己找麻烦 是吧 是吧 你不要管后边那个了 是吧 有一个过来就行了 下一个坑就在这儿了 你看看 都调和干脾 谁透血 都疏干离脾解育 谁透血 谁养血 谁养血 谁透血 谁止血 他都是干脾同调的 还都能解育 是吧 谁透血 撕尼伞 谁养血 下腰伞 那谁止血呢 翻过来这个痛血 要放 清楚了吧 下腰伞的组成 我就不说了 纸烧干材 瞎说了 撕尼伞的组成 纸烧干材 这我就不说了 清楚了吧 他用这条什么呢 洋鱼绝腻 他这个手脚 他四季呢 什么叫四季手脚冰凉 这个手脚冰凉呢 跟四季汤不一样 四季汤因为火不足了 它是都堵在路上了 所以说洋鱼吧 鱼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他要透 他要用透 另外呢 七鱼 因为干脾同调吧 你看 干脾七鱼都在这儿了 透血在第一个功效的 是吧 原文是这么说的 或壳或脊 或血败不利 或腐中痛 或血力下重者 少阳病私逆 不瞎说了 少阴病私逆 我也被同化了 本来是少阴病私逆 现在很多一家 非要改 改成少阳病私逆 我还是不改 纸景说的东西 一定是对的 后世说的 你可以保留你的观点 纸景说了 少阴病私逆 你看这出来少阳了 不对的 这是它的一个组成 接着小阳散 小阳散的组成 就在干脾脾须 还有加一个血 加一个血须 干脾脱 它出现了干脾脾 一定要关注一下 如果有邪是私逆散 如果有血 就跟着小阳散走了 如果有邪是私逆散 如果有阳血须的 那就是小阳散 小阳散的组成 是这样的 你看柴虎 少药 干草 它是私逆散 去掉了脂石 加上了 沥水和羊血的药 加上了白勺 茯苓白猪 所以说 我一直强调 血须 加谁了 加了当归 它加了当归 然后加了沥水的 茯苓白猪 健脾 羊血 作用加强 小阳散 你记住它这个事情 首先是蔬干的 你看柴虎 是吧 勺药 干草 然后它有健脾的 不灵 白猪 然后加羊血的 说明白了没有 是不是 其实你应该把 勺药拿下来 把勺药拿下来就行了 把薄荷放下就行了 熟干的 柴虎薄荷 健脾 沥水的 茯苓白猪 羊血的 当归 少药 这样就好了 你不要把薄荷丢了 这个薄荷 很容易烤到 生煎就不用管它了 清楚了吧 这个 痛血药方 没有问题 痛血药方 四个药 没有问题 主要防尘 主要是干与脾虚的 蟹蟹 干脾 这几个功效 一定要抓干脾两个字 我说清楚了吧 干脾虚 是私逆伞 干脾血虚 是逍遥伞 干脾蟹蟹 痛血药方 所以说你看 它前面 它的膝目 这写了个什么 调和干脾 一定记住这个 我开始就要让你背了的 最后一个调节 未尝到 我们刚才讲 屋没完的时候 我说了有个 含热挫杂 对应的是谁 那含热挫杂 没有酒鞋酒力 只有含热挫杂 对应的是谁 看它的功效了吗 含热平调 然后那个脾 就不用管了 是吧 发现星星台 就是这条脾满的 含热挫杂的脾症 而不是含热挫杂的 酒鞋酒力 那么它的这个 药物组成呢 就跟这个谁 有点变化了 这我必须 跟你好好讲一下 因为这个方子 一定是两个方子 在一块烤的 柴湖 黄芹 人参 半夏 生姜 大枣 是甘草 与它相比的话呢 这个半夏 星星台呢 它是有一个变化的 什么变化呢 它有两个地方变了 首领变了 就西西亚平满的时候呢 张春景说了 柴湖不中雨之影 不让用柴湖了 但是其他的东西都用 依旧有黄芹 依旧有人参 半夏 所以说这个方子 很关键的 然后呢 依旧有大枣 依旧有甘草 它有两个地方变了 变了谁了呢 这变成黄莲了 这个生姜呢 给烤干了 所以说呢 他考试的时候 往往会这么问 下列两个 下列两个方子里 谁 是他们两个 共有的药物 你记住啊 有四个药物不许出现 两个头领不许出现 姜不能出现 只要没有这四个的 就是他们的组合 我说清楚了吧 我说清楚了没有 或者你这么记啊 人参半夏是都有的 黄芹是有的 大枣干草是有的 那是记五个 你要记这个是记四个 你记什么吧 你记五个也行 记四个也行 记四个就记没有的 不能出现的 柴湖黄芹 柴湖黄莲不能出现 然后呢 所有的姜不能出现 三个这一点 如果你要记谁 是他的共同点 他记五个 人参半夏 然后呢 黄芹大枣干草 记哪个 你选一个哪个来记 选少的 那就记住啊 柴湖黄莲 加姜 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现在来做题 第二十页 不会的就直接过去啊 因为我们没有 没有说到组织呢 是吧 我先让你过再说 我没有让你考满分 第一个会不会 不会 看第二个题 这不扯吗 我刚说的邪 怎么就消散了 说明你想太多了 痛心药方 知道的病例是什么 杭匹七域是吧 确定吗 那好了 夏列方子 还有干将人参的事 这没问题吧 私逆散和私逆汤中 共有的药物是什么 这个也没问题 寒热病用 新开苦酱消补 这个我没学呢 不要管它 主治阳气内于 手足不温的方体是什么 私逆什么 不要上私逆 两个私逆的 该于脾虚 一直月经不调的方体是什么 组成中含有白猪复灵的是什么 我刚讲了柴虎薄荷 单规少药 复灵白猪 哪个方子 是吧 小药散吧 小柴虎堂正见新夏季 小编不利 进行加减这个不用管 羊血柔肝的代表方的是什么 好像一关签吧 没学到的 不要着急 那么这十一个 你看看有几个你是对的 第二题应该做对 第三题应该做对 第四题应该做对 第五题应该做对 第六 第七应该做对 第九应该做对 十一个题应该做对七个 做对了吗 第一波我们迅速把七个拿下了 就是我们学这个可以及格了 行不行 好 说第一波已经搞 那好了 那我想再进一步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的什么呢 因为我们一开始只看功效和组成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配武艺 配武艺呢 我们来看一下半夏鲜心汤 半夏鲜心汤的配武艺呢 在哪呢 寒热并用 是吧 你看它的含子挺在哪 黄芹黄莲是含药 热呢 干浆 半夏是热药 这就是含热并用 对吧 然后呢 莲那个补屑兼尸 邪症兼顾 所以说它是用含热嘛 你看这个 乌梅瓦也是这种东西 有含有热的嘛 所以说它叫含热挫杂嘛 对不对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来再看啊 小柴虎汤的配武 小柴虎的二十二页 它画材 如果新夏季 小便不利 这个要去黄芹的 这个地方新花 不能用黄芹 加什么呢 加福灵 如果不渴 要去人参 加贵枝的 是吧 如果渴 你看五威子干浆就来了 这就是张仲景的配武特点 张仲景配武特点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 还有这个半夏鲜心汤的主制是什么 含热挫杂的脾症 心下脾痍 淡满不痛 呕吐 吸力下重 舌苔薄黄而 舌苔薄逆而微黄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吧 二十页 第一题 不属于半夏鲜心汤 主制症候的是 胃满刺痛 是吧 它是皮满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再看看 这个小前护汤 煎煎心下鸡 小边不利 加谁 加福灵 去黄芹 是吧 然后呢 体现 第六题 体现寒热 并用 新开苦酱 消补兼湿的 是谁 放下心心 是吧 那你看看啊 当你发现 把这两个皮 弄下以后 你发现你的知识量 哗就大了 你能跟上吗 你能跟上吗 跟不上 那我就问你 那你是减分的 还是加分的呢 加分了 你这分 打 往往是这样的啊 我们 我们很多时候呢 会犯一个错误 我一直强调这个错误啊 就是 我们是为了通过 而不是为了追高 你看刚才十一个题 已经七个肯定是能对的 就是我最简单的复习方法 可以拿对七个 后头三个 我没见过 你看接线考试就这样的 接线考试 考试题就这么变化了 百分之七十的题 都是你必须要会的 然后百分之三十 就不让你做对 那真的不让你做对 你看那个小柴户 它的加减 我们很少 都很少用 我们临床都很少用 临床你把小时候 完整方用好就不错了 你减 很少有人能用到这个 都给你考出来了 就这个题明白告诉你 我没有让你做对 是吧 你踏踏实实的拿你的四百二 拿这就算了 你不要来五百几这捣乱了 都考试五百几了 人家考试中心 不乱成一锅粥了 是吧 今天考试出来了 都在五百以上 分数线三百六 你觉得你很开心 考试中心可不开心了 他要通过绿的 那怎么办 给你们抽签 也不行了 所以他一定要是这样的 你就踏踏实实的 考过关就行了 那如果你非要去弄 那有可能这个分 因为你的阅读量不够 你这分还是拿不到 但是这可能就丢三分 那可就百分之四十的分 就出来了 你说不要犯这种错误 我现在是冒着 被看视频的学生 骂我的这个 我是把你们顶过去呢 他们看到了 说宋老师有个题 没给我讲 他一定会向总部反应的 总部一定会跟我说 宋老师下次你把这个题讲了 然后我还告诉他 我讲了他就过不了了 我也是个死不会改的人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过关 对 就是过关 所以你看刚才的题 十一个题有难的 特别难的 是不是又特别简单的 那我们追的是什么 够不够你过的 我把你数了 够不够你过的 这就是我们的实验 所以今天我跟你说的 让你把所有的 让你把搞定三十分 我是有根据的 后的五分 我觉得给你送不过去了 好了 我们现在学了几张了 不要动不动就翻书 你为什么我要问你这个问题 我要让你翻书吧 我问这个问题干嘛呀 就最后五分钟了 我要让你复习一下 你懂不懂得一共这十八张 是吧 这十八张能不能够背下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有几张被拿下了 这是我们随时随地 要进行的这种复习啊 你这一翻书 那就干脆下课算了 一共几张 十八张 你现在学了几张了 你从十八张往里抠呗 你看啊 风寒鼠诗造火 这六张吧 风没有的 吉表记学了吧 鼠没有学的 诗也没有学的 造也没有学的 火也没有学的 学了一张 温理理器理学 温理学了 是吧 然后呢 开窍 不是开窍了 话坛学了 消失学了 驱虫学了 五张了吧 说五张了吧 老赞后 辅义没学的 卸夏学了 六张了吧 是吧 开窍学了 七张了 顾色没学 和解学了吧 最后安神没学 几张了 这不再又出来了吗 这往后捋呢 好了 那这八张呢 我问你啊 你现在有多少张 你已经完全掌握了 你看有多少张碗的 我一个一个来啊 我就一个一个来了啊 先告诉我 开窍就有没有看了 乌梅丸这张 有没有看了 宝盒丸这张 有没有看了 二臣汤这张 有没有看了 小柴虎汤 这张有没有看了 李中汤这张 又没有看了 大成鸡汤这张 又没有看了 你看 其实我跳的都是简单的 如果说你有六张或其他 那我就完成任务了 三分之一的搞定了 是吧 今天上午差不多搞定了一半吧 下午呢 我再讲另一半 不行了吧 我们学习仪是这样的 你看昨天 昨天我 我讲视频课的时候呢 有个学员说的 他说 孙老师的课呢 思路比较清晰 我说我要的就是你们要清晰 不是说我要清晰 是吧 我就是把你们从不清晰 变成清晰 我就完成任务了 你们就能过关了 就我随时随地要算一下 我能不能过 我能过就算了 你看我考过一次教师 我考过一次教师 我就做了六十分题 我就走了 然后下来看六十一 多了一分了 是吧 因为有一个多选题 可能蒙对了 我单选题呢 好像是五十六个吧 五十七个 我确保能对的 多选题有几个 也是那种对的 我算了就六十分 我就不管了 我剩下的随便蒙了 爱谁谁 结果他多蒙了一分 我要的就是这个技巧 就我们现在也是 你看我一直让你 做题的时候呢 先看看十几个 然后呢 迅速把百分之七十拿出来 是吧 因为我第一遍复习 我不要求太高嘛 第二遍复习的时候 我控制在百分之八十 然后呢 我做题的时候呢 我掉了百分之七十 控制在二百一 四百二中间 这是一个合格的分数 我说清楚了吧 好了 我们上午就到这啊 大家很烧脑 也辛苦了 上几课我们一共学了 多少张房积学了 能不能数出来 数不出来是吧 那我来告诉你啊 有一张不需要技组成 搞定没有 搞定了吧 好了 那有一张呢 是三个咬 一个咬 一个方子 是吧 那有一张呢 是三个方子 消失啊 是吧 有一张是八个方子 有两张是六个方子 我们现在要开始复习 我们上午学过的这个啊 首先第一个 开窍有没有问题 这张还有没有问题了 谁是风 谁是精 是吧 谁是弹 谁是化灼 对不对 热 还有谁是凉的 对吧 第二个 去床有没有问题 酸苦心 回寒热措杂 久泻久利 没有问题吧 第二个 三个 消失 有没有问题 谁用莲翘 谁用黄莲 这也没有问题 谁用茯苓白珠了 谁用茯苓白珠择谢了 黄青黄莲 然后呢 黄黄只是神一样存在的神区 不就三个方子吗 有没有问题 这就有问题了 有没有问题 你们现在呢 现在就分出来了啊 有考过的也考不过的 你们就现在往前赶吧 不然的话 你们都在后头就都考不过了 所以说现在就开始 必须得往前往上提 你不要一到这儿就 似乎我都不会 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上午已经给你提过了啊 我只要一张里对70%到80% 这张就算过了 因为你的第一遍 你不需要达到100% 如果我们这儿100%了 那好 后边还有十几张 还有15张就根本拿不到了 我已经一再的给你强调这个问题了 你看你们刚才不说话呢 就是哎呀我不知道会不会 我不知道能不能拿到100%的拿下 是吧 也就是说这个我不要了 那以后每个张都是这个状态 就是你复习的时候呢 你就每一张都得翻书 我就看到第一遍的时候 我也是哎呀我不知道会不会 我不知道会不会 就不会用减法 我上午不是一个题 一个题给你录 过去的吗 我们每次就迅速的看一遍以后呢 能够对70% 迅速的看一遍以后对70% 到最后呢 20分钟一遍方记书看完了 能够对70% 到不到你的效果 不到 你往往是需要看20天 然后达到50% 这才是我心里比较的效果呢 是吧 我看不完 我怎么能说我到达效果了呢 所以我一直在给你减负 一直在给你减负 再重新来 再重新来 因为这样的话呢 你看上午我已经速度很慢很慢了 我觉得我这个速度 上午应该最少讲10张 我才讲了8张 然后有同学说哎呀跟不上 你让我怎么办 我再讲一天 你就跟上了 我再讲10天你还是跟不上 为什么呢 你要的那个东西恰恰是不考的 我就要的70%的东西 你跟上跟不上 你肯定跟得上 关键是你不要啊 第一开窍 会不会 你看你们依旧有人不敢张嘴 其实你们早就应该有人告诉我 孙老师你不要再提开窍了 他们不会归他们的事情 我会了 你不要再往这写了 浪费我的时间 这才叫独立的学习 是吧 你看我说这个开窍 我会拉一下你多少时间 没有一个人阻止我 开窍会不会 你看依旧有人不张嘴 就是说我不会 我就不会 这样的你送不过他去的 你会被他拖着吗 我现在故意挑拨你们关系了 不然的话这个速度 这个课就讲不出来了 第二个 去重药会不会 第三个消失 那第四个话谈 会不会 如果说你不会 那今天下午我就不讲了 我真的不讲了 我可以再换一个频道 我在我 我没有人的时候 我把剩下的十几张讲完 然后我今天下午就给你讲这两张了 行不行 我今天下午重新讲这两张 反正我到六点结束 行不行 想别的吧 想别的吧 那这样会了没有 没有 然后呢 那就是我上午说的 你们只是群众演员 来给录视频的人做拖来了 来给录视频的人做拖来了 是吧 我叫的是你们 我记得我保证过你们 看来我白保证了 就是你们根本从开始 你们就不相信自己 今天能够拿到三十分 我最开始告诉过你们 方济学一共考四十二分左右 然后呢 我今天我送你们三十分 这我基本上送给你了 但你依旧不敢停 不敢停的 你就是说你后边根本进不去 你刚才说的 哎呀 你往前走吧 那意思就是不要管我们了 你该怎么走怎么走 连看视频的人等着呢 我们过不过 我们无所谓 我们就是垫背的 是不是这道理呢 我听说这么一个信息出来 是不是 好吧 谁告诉我 谁今天准备拿过三十分呢 没有一个 你们今天谁准备在这堂课上 拿下三十分方济学的 你别添乱了 一举手我都不相信 有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举手的 其实职业医师考试呢 第一个就是信心 你们的情绪 直接决定了我讲课的 效率 你们既然都不想通过 那我这就放心了 我讲成什么算什么了 反正我的工资到手了 我告诉你们啊 我可以不客气的跟你们说 你们的情绪直接决定了 我讲课的风格 你们既然都不想拿三十分 那我为什么还讲得那么精彩呢 我为什么还要把这个 所有的考点告诉你们呢 反正你们又不想过 是吧 我就要对着摄像机说了 反正你们听不听 我就不管了啊 因为接下来我讲哪张 这是有选择的 我直接可以开清热 因为清热 一开清热 十分钟内你们全得睡下 如果说你们想过 那我可能就从制造开始了 我可能就从驱造计开始了 因为驱造计你是可以拿下的 就是我讲的每张 都会让你拿分 拿分 拿分 直到拿到三十分为止 剩下的十分 恰恰是最难的那张 我已经过关了 我管它拿不难呢 我就问 我现在问 有没有一个想拿到三十分的 我要的是举手 这又是在骗我 你的举手一定是看了看 周围的人都举手 所以说我不好意思不举手 我要的是你的真实的感受 我现在不理了你们所有人了 你们所有人 有的人会拖后腿的 谁想拿三十分 你想是吧 你把手放下 你看你刚才的举手 一定是看了看周围 大家都在举 我也赶快举起来 是吧 因为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 你的思维根本就没有在这 你看你下课你拿张纸过来 没有问我问题 他问我 从小时给我讨论个病例吧 是吧 你的思维根本就没有在听个这 所以说我说一句很难听的话 我说没有证之前不要谈病例 从法律上来讲你是非法的 你最好把证考下来 然后你给我谈谈病例 说吧 我们上课就是为了拿证呢 是吧 我的话呢 故意刺激你们 就是想让你们考过 我不想让明年再看见你们 听到了吧 我也不想看见你们懒颜颜的表情 听到了没有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说哪张呢 因为我们学完二臣汤以后呢 其实后头还有两个方子 我欠了大家一个方子 这个方子呢 就是极表级里的森苏隐 因为森苏隐呢 它是好几个方子变过来的 所以说我不用先讲 先讲的话呢 会很乱 那我们现在把方子 把书翻到去造级 我们把书翻到去造级 你不要管我现在讲的书翻到去 你不要管我现在讲的书翻到去 回头我一定把这个最后一节课 我一定会给你整个捋起来的 因为你们的方技组成是你们那一大的困难 所以说我必须要把小方子讲完之后呢 迅速地把它引出的大方子给它引出来 去造级 多少页 多少 102 去造级呢 先看看 一共有几节 是不是有六个方子 六个方子 好了啊 我们先来看啊 先看一看是清旋润造的 清旋润造的两个方子 一个梁造一个温造的方子都在这儿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兴出散 它的功效是什么 什么造 梁造 是吧 这个一定要记住啊 兴出散是质量造的 那么 丧性汤呢 温造 这两个把它分清就可以了 接下来看清旋润救费汤呢 清旋润救费汤呢 除了润造之外呢 我要求大家记住最后两个字啊 它是一气养阴的 在这儿有一组药 我要把它捋出来 一气养阴的 一气养阴的 第二个 滋阴润造的 满门东汤 满门东汤呢 除了滋养肺胃之外呢 降溺下气 那你就看啊 它有肺有胃 我们在昨天讲这个中文基督理论的时候 讲到了这个气溺是吧 气溺的时候我说了 气溺有几个气会溺呢 中文基督理论讲到了这个气的煞溺 会有三种气煞溺 是吧 首先是肺气的煞溺会造成咳嗽 第二是胃气的煞溺会造成呕吐 第三是肝气煞溺会造成头晕脑胀 是吧 这个满门东汤呢 第一它能降肺气之咳 第二呢 可以降胃气之呕 所以你看它致肺尾 虚热肺尾 为阴不足 对不对 好了请告诉我肺尾的四张方子分别是什么来着 我们昨天讲完肺尾了 把告诉我肺尾的四个阵型四张方子 我昨天就说过 我讲方计学的遇到这个方子 我一定会考你们的 第一个虚热用的什么方子 然后你们刚才举手一看就在骗我 你们眼睁睁看着这个虚热肺尾 然后我问你虚热肺尾什么方子 没有一个人回答我 你们是不是觉得这太简单了 不屑于回答呀 那你们盯着这虚热肺尾 我问你虚热肺尾什么方子 然后你们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 你们是不是觉得这种串起来的这种复义方法 对你们来说是特别困难的一件事情 你们是不是非得想散开去学习啊 是不是这样的 那你为什么看着就不告诉我呢 也就是说你们的学习 其实根本就没有在这个知识上头 是吧 我刚跟你说了 这个方子治疗虚热肺尾 然后呢 我说啊 我们昨天想到了肺尾 肺尾的虚热什么方子 不知道 那虚寒呢 上午不是讲了一个李中汤吗 里头有干草干姜是吧 那上热下寒呢 麻黄收麻 麻黄收麻 最后那个身须血玉呢 五六七 什么方子 七味毒气和柴火树干 是不是这个方子 这边烧带了就把那个病给复习了吗 这还有你坐到那儿 我今天要复习了啊 我不上班了啊 我辞职了啊 那都是借口 复习就是 就是瞬间的事 啊 就是瞬间的事 你说你们忙 啊 你说你们忙 其实你知道你们 跟你们讲课之前 我的 我的准备时间 都是在火车上准备的 我在火车上 我发个方济书就可以了 我根本不需要 说我停了班 给你们去做客件去 是吧 我才不干这事呢 我现在约了 就明天下午的病人 我都约好了 你说明天上午 我甚至我都不看方济书了 啊 明天走的路上 七个小时的书 我都看好了 我看伤寒 就零碎时间 完全够你学习了 关键你会 啊 把这个东西一点一抓过来 就是抓过来 就是一串吧 你看 我讲这个李冬汤的时候 我给提醒过你一次了 你看你忘了 然后我麦麦冬汤又来了 又提醒一次了 后都没法再提醒了 麻花生麻烫不考 是吧 没有法提醒你了 我两个地方已经提醒过你了 是不是 啊 所以说 任何时候呢 都是一种复习 不是非得坐到那辞了职 啊 熬夜点灯 投悬梁 追自国 啊 那都是笨人更用的办法 我们要学的聪明一点 第二个 麦麦冬汤啊 麦麦冬汤的第二个 温阴不足 你看第一个 肺的不足 肺尾 温阴不足 啊 造成的呕吐 所以说他的这个 这个资因的方子就出来了啊 啊 下面增夜汤 这个不用管了吧 是吧 哎 增夜汤不用管了 最后这个玉月汤呢 小众的方子 啊 一般考的很少 张继纯的方子 啊 很小众 你看很少考过 而且助理也不做要求 啊 这个你就不要再去强求他了 啊 待会我可以告诉你 怎么去记他 啊 增夜汤呢 请告诉我便秘的 其他方子是什么 气须蜜用什么 黄旗 血须蜜 润肠 是吧 阴须蜜呢 增夜 阳须蜜呢 集团间告诉我 集团间的组成 你看复习就是这样复习的 上下 上 生娃 下 则谢 是吧 哎 上 六丛容 下 牛膝 是不是 上当归 下 这窍 出来了吧 啊 气蜜 冷蜜 文笔摊的组成 蛋黄芒肖 加 哪个汤 丝蜜汤 再加谁 人生当归 这就自然出来了吧 是吧 热蜜 马子仁玩 是吧 马子仁玩的组成 你看 你在学这个方子的时候 完全可以把病挡过来 这个多省时间啊 是不是这样的 啊 好了啊 增夜谈完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的功效就说完了 啊 接下来看组成 组成里呢 我记得给大家说过一个问题啊 说过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这个 我们前面学过了两个问题啊 两个组合 什么组合呢 一个组合呢 叫人参半下 还记得这个组合吗 记不记得这个组合 人参半下组合 人参半下组合里 是在哪个方子里用到人参半下了呢 柴胡 黄秦 黄脸 黄秦 是不是 是不是 好了 第三个出来了 满门东 你说 以人参半下为组的 会出来多少方子 满门东 然后后头呢 这后头是生姜 大枣 枝干草 是吧 黄秦的是 干姜 大枣 是干草 在后 你看 慢慢东 拌下 人参 后头有什么 有干草没有 有 有只干草吧 还有什么 有大枣吗 是吧 然后记住什么呢 这是个米 精米 所以说呢 把这个再给它加进来 干草和大枣是不动的 那这三张方子就可以成为一个快速机的组合 就成为一个快速机的组合 清楚了没有 一定要这么记 现在我们再来 再来看一下一个方子 这个方子叫什么呢 出问题了 上面掉了呢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组合 这个组合叫什么呢 叫陈皮 拌下 茯苓 干草 我们可以不把它当成一个方子 把它当成一个组合 请告诉我 那这个组合里 一共出现多少个方子 后头 本身它是第一张方子 加乌梅就是一张方子 是吧 这叫二成汤 第二张方子是什么 看好了啊 加 紫石 竹如 是不是第二张方子 是吧 叫什么方子 第三张方子 加半夏 不不 加白猪 天麻 这叫什么方子 好了 加 山楂 神曲 来父子 连翘 请问什么方子 对不对 如果把其中造的去掉 干草去掉 然后加上了瓜楼 贝母 天花粉 结梗 什么 贝母瓜楼散 是吧 好了 那我们再用啊 陈皮拌下 茯苓 没有干草 加上了黄茄 什么事 你 是不是 什么事 你 都遭了 我 没有事 你 没事 试